剛才你提到可以用一些針灸推達的方法去醫肩周炎 平時一些人肩膀痛他們貼那些止痛貼 對肩周炎有沒有效呢 其實肩周炎我們認為是因為風寒濕邪 它是外侵於經絡 但是它的本質來講 其實是因為氣血虧虛 肝腎不足引起的 所以其實如果你只是貼止痛貼 它會起到即時止痛的效果 但是是治標不治本的 如果你想令它斷尾 或者你不想令它復發的話 我們會建議它除了用止痛的方法 譬如針灸 和它喊咎 拔罐之外 也會建議它吃中藥 固本培原 令它的體質改善了 肩周炎的情況就可以改善 以及預防復發的 明白 其實腎痛貼和止痛藥的效果一樣 都是暫時性的 沒錯 如果是中醫會怎樣治癒你呢 剛才你提到吃固本培原的藥物 針灸方面是在哪個位置主要的 其實針灸中醫我們取悅來說 基本上有三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我們就是在鄰近的地方 和它取悅的 譬如說肩周炎我們通常最常用的穴位 就是肩餘 就是這個肩膊在這裏 然後呢 後面呢 有肩寮 有這個肩晶 天宗 這些都是比較臨近的穴位 其次就是我們在遠端的地方 都會和它取悅 譬如說 因為其實我們中醫認為 肩周炎主要是類及我們手三陽經 即是我們手的外側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都會拿回譬如說 一些手的陽經上面的穴位 譬如說手三里 合谷 這些穴位 這樣去和它去醫的 是的 至於其實肩頸我們都會常用 譬如說這個 即是上邊的位置 我經常都腫起的 經常腫起? 即是脹一點的這個位置 哦 那可能你長期勞損了有些少少 很多人都是這樣 你做一些推拿按摩就會有幫助的 是的 沒錯 主要就是用這幾個穴位的 即是針灸 推拿和用這個穴 是的 穴夠 穴夠 是的 還有拔罐 OK 穴夠是怎樣呢 即是用多久用一次 穴夠呢 其實穴夠是一條好像雪卡那樣的 長條狀的東西 裡面有穴草 我們認為穴夠是溫通經絡的作用 我們怎樣用呢 首先我們譬如說在肩周炎的病變範圍那裏 我們就要找一個最痛的地方 如果找不到就不要緊要 因為有時肩周炎它的疼度是比較廣泛的 它未必有這個壓痛在那裏的 如果找到一個壓痛點的話 譬如說解釋這個肩穴這個位置 我們就把那個癌條放在那裏 我們可以放兩隻手指 放在那裏 譬如說有人幫你救的話就放在那裏 然後就把那個癌條這樣貼在那裏 那這兩個手指 感覺到那個熱度呢 基本上就是以溫熱為度 就千萬不要太熱 那當你覺得熱的時候要拿開一點 那如果覺得不夠熱呢 就把它放進去 那其實那個患者會告訴你 很舒服啊 那這個就可以了 那如果他覺得熱了一些 那你又拿回去一點 那如果自己夠就很簡單了 自己夠就直接這樣放在那裏 那要注意呢就是那些灰呢 第一不要掉到皮膚啦 那第二要用一些水呢 或者用一個器皿去裝著灰 如果不然會容易發生意外的 哦 明白 這個就是需要多久做一次啊 通常我們會建議 大約一天做一次都可以 哦 是的 每次大約10至15分鐘左右 就是看一下電視 那如果你的手沒事舉得起的話 就自己這樣 是的 但是不要太專心看電視 要不然會不小心熱傷 是的 所以呢 都是找回醫師去處理回房子 最好有醫師幫他 明白 那除了這些去看醫生的時候 做一些挨救啊 針灸推拿 那平時在家裏可以怎樣護理呢 那平時呢 我們呢對於所有的疾病 終於認為呢就是未病先防 肌病就很方便 那未病先防呢 我們呢對於肩周炎來說呢 首先我們活動多一點 嗯 我們活動多一點 不是自己去行山啊 游泳那些 那些呢做得多 固然你的體質會提升 都有幫助 那但是最主要呢 我們要針對肩膀的病邊部位 那很多時候呢 咦打麻雀可以的 哈哈哈哈 真的可以的 挺好的 打麻雀第一你會 那隻手會動動 是的 第二個腦都會轉 是的 還有你吃壺的時候 那隻手會輕鬆 會抵高一點點 是的 可能坐著坐著 咦 舉得上一隻手沒事 是啊 沒錯 但是我們 先講一下這個 是的 不要緊 其實呢 我們肩膀 我們要動它多一點 那我們呢 有些脫手操 這些動作呢 其實很適合三四八十歲的人 就是所有的人去做的 很簡單 譬如說 這樣站著 兩隻腳這樣平排 挺胸收腹這樣 那隻手呢 就自然地這樣 向上摔 然後慢慢下來 那其實要站著做的 是的 站著做 那其實每天摔回大約三八字 摔到幾高呢 摔到大約頭頂位置 慢慢下來 其實放鬆的手就行了 主要來講呢 就是用你的身體的力量 把手呢 向上擺高 然後下來 這個叫脫手操 其實很簡單 就像中擺一樣 是的 沒錯 這個主要是 很多人都做到 那還有切記切記 不要動 那還有呢 不要長期吹冷氣 嗯 因為吹冷氣呢 是這個寒邪 濕邪 風寒濕邪 這些呢 去侵襲 人體經絡的主要途徑來的 因為現今社會太多冷氣了 那還有另一方面呢 吃東西啊 喝東西 喜歡喝冷東西 喜歡吃魚生啊 吃水果 生冷東西那些 都會內相脾遺 那脾遺 寒濕呢 身體的陽氣就會不足 陽氣不足呢 寒邪 內外受邪 就會令到呢 更加寒 那寒呢 寒呢 寒形則血魚 那就會令到關節不通則痛 那還有呢 另外的動作呢 也都可以譬如說 爬牆 你的手呢 放在牆上面 慢慢向上遞高 那通常呢 如果是痛 就是有黏黏的那些人呢 譬如說到冬結期 那時候那些人呢 他們的手呢 是爬 不能放那麼高的 嗯 摆不得高的 那這個時間不要緊 慢慢練一下練一下呢 你的手呢 慢慢會遞高一點 就是嘗試這樣 要走高 是的 通常一個星期讀一次 那個高度一個星期讀一次 就不會每天讀 每天讀高度不明顯的 嗯 你慢慢可能這個星期 可能去到這裡 慢慢呢 就可能會高1cm 2cm 慢慢一隻手呢 終於可以遞高 是的 那要鼓勵它 譬如老人家可能懶點 或者怕痛啊 可能不太想聽年輕人的說話 都不要緊 給一點點耐性去關心他們 明白了 很多謝醫師 今天和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醫治關節肩周炎的問題 那我們呢 下集會再講一下 其他的關節痛的 再見 拜拜